無線台興劇美麗戰場 今星期進入結局篇 劇集播出至今已經掀起了不少話題 雖然女主角陳瑩的演技一直都備受爭議 但監製葉念心直叫觀眾看下去再作評價 她說阿寶這個角色性格其實很複雜 當她黑髮成魔之後 更加將奸詐陰險本性表露無謂 大家看看這個預告鏡頭 難道阿寶真是反骨到堆壞一言射? 陳瑩受訪時亦透露自己在劇編是set ending 最後她會失去一切變成過街老鼠 至於大家都很關心的琪琪 蔣家文 殺死威爺之後著草去台灣 據知她還會回來進行終極大複受計劃 不過網上亦有劇透版本說 她會整容變樣回歸 然後再去參選港姐 然後重遇阿寶 不過最後都是惡有惡報 沒有好下場 而一向都是愛情大過天的林小美 陳曉華 由此她的結局一樣很可憐 據知她將會重遇渣男前度阿俊 丁子朗 而阿俊還會被人斬首變成乞丐回歸 有劇透說林小美最後會慘死收場 葉大道還表示 結局片這五集的劇情將會大逆轉 難道真是絕到全部都沒有好下場才ending? 各位觀眾 記得不要錯過美麗戰場結局片啦!